真正厉害的人已经远离了这三种人 特别是最后一种 听完你会过得越来越好 第一 虚伪的亲戚 虽说骨肉之情浓于水 但是有些疤肝子也打不着的亲戚 在你落魄的时候 它跟你断绝往来 但在你发达的时候又开始拉关系 甚至会打着你的名义 做很多不对道的事情 没有了温暖的感情和远心 有时候扔掉 才是明智之举 第二 没有分寸的朋友 说话三分好 吃饭七分饱 做人做事都要懂得把握分寸 才能够进退 你有理想 你的人生中有很多痛苦 是不是来自于你身边的人呢 人与人相处了就像是两个刺猬 距离太近了就会被对方给扎到 曾经跟你关系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突然离开的呢 就是因为你们太熟了 离此会缺乏一定的恭敬和分寸 认为一切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 已经是过去世的人 如果你不懂得放下 你就会天天的折磨你自己 推开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叫成长 放下不适合自己的人 那叫对自己负责 舍弃不在乎你的人 那叫尊严 已经路过的风景 就不要再打听了 失而复得的东西 也根本回不到最初的样子了